众所周知,贾名骑士名字中竟然带了骑士两个字 总归是要骑点什么的 比如骑马的,骑摩托艇的,骑贾名骑士的 不过大家骑的最多的还是摩托车 当然设定里坐驾的参数也就头一乐 W的摩托车居然能加速到870千米每小时 都和民航客机差不多快了 那么,如果按照骑士坐驾现实的参数来比较 究竟是哪位骑士的坐驾更强力呢? 为了方便直观地比较,坐驾的性能动力 今天阿峰就以百公里加速的数据 来看看新十年以来,骑马骑士的坐驾排名吧 第十名,骑马骑士细琪和Build 细琪的机械充电号和战斗的机械创造者号 它们两个名字像属于原因的 连辆车的原型都是本厅经典的 领导越野摩托车X2-230 不过也都是因为主要性能大多体现在领导越野方面 紧凑的结构搭配较轻的重量和良好的稳定性 使得X2-230的优势更多体现在 做出各种摩托特技来 反而在百公里加速方面并不突出 从0-1000米每小时需要12.6秒 在新十年以后的骑士里属于较慢的一档了 第九名,骑马骑士维扎的凯武X-230 反而的机械飞翼号和凯武的樱花飞翼号 还有车车本人 三个的摩托原型都是本天的CRF-2500L 本身线系的车身用于悬吊行程的加长 看起来更加气场狭窄 而且用于加强的悬吊行程和高力地 CRF-2500L是一款非常适合特别飞行的摩托 不过在百公里加速方面 CRF-2500L则是需要8.8秒 只能排到第九名 第八名,假面其实是石王 石王的座驾驾驭者强袭的原型 是本天和CRF-2500L一同推出的 同系列的另一款车型 CRF-2500Rally 相较于250L 在外观上最大的区别 就是车头左右不对称的骑外车灯 不过因为驾驭者强袭的整理罩位置 被改成了石王脑袋 所以这个特点便没有体现出来 有没有一种可能 神秘道具师觉得这个大灯太丑了 拉利赛贵格的250Rally 更注重高速巡航的舒适性和便利性 因此更适合长途旅行 百公里加速方面 250Rally所需要的时间是8.7秒 以0.1秒的优势显身250L 第七名,假面701 货人社长的座驾 约升皇城的原型 是本天约比赛的专业车辆 CRF-4502的合法上路版本 CRF-450L 比起专业的比赛版 CRF-450L在将其引擎成型调校的同时 也加装了车架、转向灯等安全配件 哪怕是这名企业的社长 你还是要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的嘛 而且比起前面几辆 适合零地月的摩托车来说 CRF-450L更注重街道骑程 毕竟社长也不会没事 骑着摩托车去山地越野 百公里加速仅需8.3秒 拿下本次排名第七名 第六名,假面骑着欧兹 欧兹的作家教育者贩卖号 从贯行上看 就和其他假面骑士不太一样 它的原型是本田为数不多的 美式巡航车沙都750 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 阿峰阿峰,什么叫美式巡航车 你就想象一下 一帮戴着墨镜的美国大胡子 在马路上骑行 没错,这种车就叫美式巡航车 不过,沙都750算是注重 悠闲巡航骑行体验的美式巡航车 但百公里加速却一点都不含糊 只需要7.5秒 比起前面那些越野摩托车都要快 不过,叫这跑得快不快也就图一了 毕竟骑起来派头可真的是太足了 第五名,咱们是Ghost 鬼仔的机械约龄袭击者的原型 是本田的CRF250X 看得出东大妈是真的很喜欢 本田CRF这个车型 今时年里都占领大半了 CRF250共是同系列的小轿车 全车只有115公斤重 力气大的人能扛着这辆车跑 同时是用于越野拉力等场景 在保持越野性能的同时 提升了高速巡航的性能 是数一数二的越野摩托了 百公里加速只需要7秒 马力十足 第四名,咱们骑士3号 事实证明 大部分摩托车还是跑不过跑车的 咱们骑士3号的三色旋风号的骑士原型 是马自达公司的轻型敞篷跑车 MX5 百公里加速只有6.9秒 看看排到第四 连前三都排不进去 只能站着自己是汽车 返回一次尊严 比起开奔驰和本田的实骑副词 我想我找到了 咱们骑士3号 为什么只能当二五载的原因了 第三名,咱们骑士持骑 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 第一名是老司机呢 老司机的座驾 赛赛网的原型是本田的旗舰跑车 本田NSX 这辆车可以说是本田CG的当家省车了 从头温自帝到地平线4 只要是有本田汽车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NSX的身影 本田当年在研制NSX的时候 可是将其对标德国和意大利的超跑来研制的 所以NSX又本人送外号 东赢法拉利 气能三二门都说 百公里加速3.4秒 文具第三没毛病 第二名 假名骑士 干案池奇 2035年的不一致 混的要比其他的假名骑士好多了 在别的假名骑士 都还在开着汽车的时候 干案池奇已经开上德系车了 次世界赛兰的运行车 是梅塞德斯奔驰的轿跑AMG GT 无论是在设定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AMG都是纹压NSX一头 静姐夫没跑赢儿子也是挺正常的 不过很难想象 一直都是日系车真实用户的东大妈 为什么找连辆奔驰来做静姐夫儿子的作家 AMG GT的百公里加速 只需要3.2秒 文具排名第二 第一名 小米CW W的摩托车硬喊号可最厉害了 它的原型是本田的旗舰超级摩托车 CBR1200 CBR系列本身 一直以来就是日本超级摩托车的代表 绰号火刃 而1200共是其中的第七代 也是最强的一代作品 不过名字叫硬汉一号 叫火刃也罢 无一不再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 那就是小辆车真的非常猛 以至于某道 比静姐夫负责来的跑车都要快 被日本车誉为 民用跑车性能听话版的摩托车 不愧也是丰都最硬汉的男人骑的车 有礼物配吃兔的味了 改功力加速只需2.9秒 连3秒都运不了 直接拿下比赛的第一名宝座 好了 以上就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新旧十年的作家 阿峰都已经讲完了 你要想知道哪些喜事的作家呢 欢迎在片地区告诉阿峰 我是阿峰 我们下期再见